小校长 那现在呢 是不是应该是浪科技校长而说话 然后有背语音乐非常能听 好 再一次打分 谢谢 我敬爱的小校长 那我们两层国小的主任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安 早 谢谢 我是去年8月一日到两层国中修认 我姓黄 那黄色的黄 永远的柳 出院章有章 那很高兴 到柳中地区来服务 那我想今天 谢谢我们小校长给我这个机会 带着我们教学团队以及行政团队到 归校来 来做一点点的 来对小中国中的一个介绍 那也很希望接着这个机会 把我们 这个教育部在103年要推的 新的一个教育制度 很多新的教育政策 各位就是在这个政策下的一个受惠者 那也是要让各位学习 怎么样了解这个政策 你要做的那个选择 还有你未来人生的规划的时候 这个政策到底给各位同学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跟影响 我想我们今天会用很短的时间 用这个投影片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明 那用一方面 大家可以了解说 未来你在学习路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途径 那未来我们在人生的旅程 你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你有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那你有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那今天小中国中 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就把这些选择的方向 跟他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各位透过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 回去等他你们的家长 让你们家长都不放心 我想未来你学习的路上 我想小中国中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机会给各位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会待一点点 现在小中国中在学习的一些測試 那我很高兴看到 我们小中国中的自工队队长 我们现在江雪芬队队长 还有我们两位我们自工队队 是各位目前在学校里面 对象的自工队 我想我很谢谢他们 今天也陪伴到这边来 基本上我想刚刚笑语讲的 我们是颜体音 那鸟中国小鸟中国中 我想学校并不远 过一个中正路 大概一公里左右就到我们的学校 所以这是一个各位在 国中阶段一个非常近的 非常可以做考虑的一个学校 那我想 我们这边这个乐团来这里 事实上说 现在鸟中国中 因应我们整个教育政策的改建 我们现在开始推很多的一个多元学习的社团 那其中我们今天在这边主导我们的是我们的 代替音乐家合作聚合老师 他个人在音乐界的这个倍分非常的高 那他个人在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彪彪者 那他所在音乐界 我想他可以提供给我们鸟中国中的资源 他已经是全力以赴 因为他就住在鸟中国中的后校门 不远的地方 他进一进出都在鸟中国中 所以他已经把他个人最精华的 这个学习的这一关边的专场 他愿意在鸟中国中来做生长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艺术生争计划里面 我们的并且我们何老师 何老师 拿回头何老师 他就进入学校 配合我们的音乐老师 然后来指导我们的学生 他同时也成立我们鸟中国中的教师乐团 还有我们社区乐团 我们即将在鸟中国中 把音乐这个领域 作为我们未来学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我也有一个期许 希望未来鸟中国中 在鸟中这个地区 这个社区里面 能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文的一个推广者的一个角色 那因为我们学校的校园很大 也很漂亮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一个漂亮的一个校园 社区化 我们如果能够把学生 像艺文领域这一块都推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展露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那是一个很好的标演的舞台 我们希望说未来鸟中地区 要拼音乐会 不一定要跑到市区的文化中心 不一定要跑到社交馆 就在鸟中地区 我们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学标演的舞台 然后我们社区运动西藏的舞台 我想这是未来 十二年国教我们附带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附带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整个十二年国教 大家注意 未来它重要的精神是免试 那所谓免试 不是说 不用读书的 不是这样子 免试的意义是说 让各位不用透过一次非常惨烈的考试竞争 才能进去我讲下去的学校 他的精神是连续像各位这样 我讲 我们可以快乐学习 我们可以多元学习 我们可以丰富的学习 随着自己的兴趣 不用说我现在弹钢琴 弹到小学六人级了 因为要上国中 所以对不起刚刚提到说 我不能再学了 我必须要因为上国中而通知 我也不要因为说 我现在拉小鼻子拉得很起劲 要上国中 对不起我不能再拉了 我想这些 从103年 跟各位你们上国中的 这些事情都不会再发生 也就是说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持续的学习 你当然国中学校 要提供给你很好的环境 但是你的课业 你还是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基本的 所以在国中 虽然未来没有基本学习测验 但是还有一个叫做 国中三年级的会考 让各位同学在你3年的学习中 他会给你一个所谓的金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一般的东的普通 然后一个可能都再加强 这样一个小小等地的区分 提醒你的学习 可能还是有一些 要注意的 所以国中12年的12年的国教 它不是代表 我同志就不用考试 不用考试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运气 延续你现在快乐学习的精神 好好学习的精神 然后丰富学习的一个精神 延续到12年 那国中这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你国小学习的基础 我们让你继续的发挥 然后给你在学练上更丰富 然后更加深加广的学习 然后让你在上高中的时候 或者是高职武装的时候 你有很好的基础 然后延续你下一个阶段 我也是读大学习 做了一个博士 你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所以国中这个阶段 就是让你延续国小快乐学习的精神 所以我想两中国中在这方面 已经积极的在做准备 不管是学校硬体 不管是学校老师师师政总 我想各位等一下 你看到我们教授主持人 我们的简报一遍 会给大家很完整的一个说明 我想今天时间也很有限 我在这边代表 两中国中全力师生 那这边欢迎各位 谢谢我们一下下长 可以说老师行政盘 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好 感谢你们